这两人相隔千里乍看上去完全八竿子打不到 但据9月21号媒体报道 他们之间却上演了一场持续九年的异地恋 最终以吃其难被骗70万告终 2008年初 秦某在网上认识了自称是某娜的网友 某娜自称是航空公司的空姐 看到照片里笑容妩媚的某娜后 秦某独地心思跟她在一起 2009年某娜哭促称 为了和秦某在一起跟爸妈断绝了关系 活着没意思决定割脉自杀 秦某心生愧疚将所有的住院费用汇给了对方 此后两人只要一争执 某娜不是割脉就是吃安眠药 持续不休 秦某都不停地为她支付住院费用 期间秦某曾多次让某娜发照片 给她一解相思之苦 但均遭到拒绝 接下来几年 两人多次分分合合 某娜曾信誓旦旦地表明 非君不嫁 痴情的秦某一次次选择了 谅解和资助 自2012年底起 某娜称她因反复割脉 失血过多 诱发了心肌梗死 子宫肌瘤等并发症 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等 还要去国外治疗 秦某为了凑钱给某娜 甚至将房产投资收入 汇给了她 变卖市区房产 重新买入低价的新区楼房 为了让某娜方便取款 秦某将两张她名下的 银行储值卡 直接寄给了她 2017年2月 秦某的朋友向她指出 某娜是个骗子 发来的照片 是某女人艺人的照片 个别照片有明显的PS痕迹 此时恍然大悟的秦某 查询银行卡 以及其他汇款 送礼等支出 发现损失已超过70万元 2017年9月7号 张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 据其供述 因为朋友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他比较自卑 又有攀比心态 于是假扮空姐 跟秦某谈恋爱 新京暴动新闻 宋文和正经报道